嗨 今天一樣是每週新品直播 今天呢 因為新品要多一點點 然後我重複混搭我們另外的商品 基本單品 然後混搭我們最新的秋天單品 因為今年最大四色 之前都一直有介紹 就是暗可拉紅跟車線 就是原色 單寧色 適用藍色 我今天都要混搭這些元素在裡面 還有灰色 格雷灰 最近我洗完這樣的時候 對我大概都會稍微提到一些 然後盡量都會以這幾個基本色系去混搭 那一直都還沒有介紹給大家 就是安可拉紅 那今天的主軸就是會在 安可拉紅跟格雷灰還有黑色 最基本的秋冬的顏色 然後我今天就是用油門的單品 還有我們日銷單品 還有一些比較基本款式的 譬如說針織啊 或T恤啊 就讓你們混搭 混搭這些單品裡面 然後我會加上秋冬的元素 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絲襪 然後我現在身上穿的是 會有我們之前去年就賣很好的 房溝的絲襪 那下週開始都會有 是有現貨的 所以希望朋友可以開始先加購 然後今天我們穿的這個載裙呢 這邊配的是我已經穿蠻多次的 時間針織 這一款真的是目前基本上是 這個月的大熱燒網 然後它有很多顏色 那我黑色呢就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黑色基本上是 大概第三還是第四名吧 但是我覺得之後 你們會很常用到這個顏色 那我會搭現在我身上的載裙 開下的載裙啊 或是西裝褲啊 我都會很常用這個單品去搭 然後一起搭可以給你們看 然後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喔 這個鞋尖針織呢 它基本上是寬鬆的 我等一下會拉起來給你們看 然後裡面 我一般的話搭小可愛 它其實 就是 基本上它其實穿整件的時候 也可以穿零 如果你的上班環境是 比較希望可以這樣的 你也可以調整 那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 有點斜肩的效果 那 嗯 這個地方它其實也不會太誇張 它這個地方其實是很有空間 所以我完全不挑身材 非常好搭 而且很舒服的細針織 那因為我之前有穿過 卡瑟啊 還有奶白色給大家看過 我就不再另外穿 那這個我今天這一套呢 因為很黑 所以你們看不太清楚 跟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針織脫掉 讓你們看一下裡面 我這個窄裙的版型 那這窄裙呢 它這個版型配很小 可是它非常的有女人味 它是腰部的地方會有做一些 有個抓皺的效果 然後直接在前方做一個開插 可是它不容易曝光 所以不用太難形 它長度還是有一定有樣子 那我搭配的是這個高跟起 然後加斯瓦的造型 那這兩張紙 那我可以做特色的 因為像這種機門款的 上班生如果是通勤族的朋友 才有很多紙 隨便的指紋襯衫、格紋襯衫、宿舍的南光澤感的短光襯衫 都可以這大陸再去 然後針姿是我比較喜歡搭配的 因為它可以下得很正式 然後也可以下班變慵懶的感覺 那下週開始我會上 因為現在海輪集 有些必須要跟廠商確認數量 非常質感的一系列的飾品會出來 那韓國比較特殊的一些 你拿到的時候它就會覺得份量感比較重 跟一般的比較平價的飾品 份量感跟質感 它上面的兔層跟五金 我覺得都會有一定的程度差別 它基本上還是CVG很高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毛陰鏈就是要推薦給你們 因為毛陰鏈的話 就是在冬天真的非常非常需要 不管是Polo 3啊 你可以是短鏈 那毛陰鏈的話 通常都是會比較有重點 然後通常都會有一點垂綴感 流線型的一些元素在裡頭 那我現在身上搭 是不是我這個針姿看起來 就是會比較黑一點 如果第一眼看過去 那強調是材質跟垂綴度 那畫龍點進的話就是飾品 那如果你沒有耳環 沒有搭耳環的習慣 你就可以找這樣子的項鍊 那它這個是隨時可以調整的 你可以變這樣 然後你可以變像這種 歪字列的感覺 比較純粹感 那我稍微套一下讓你們的感覺 那這個的話會在月底的時候 會一起上給大家質感非常好 而且它拿到的時候其實有一點份量 有人收到的話會蠻開心的 OK 可以 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像這個我現在穿比較上船領的感覺 我就會拉高一些些 那如果到時候你們穿的是高領或是木耳領 到時候冬天嘛 秋冬來了一定會有一些大頂的東西 你就可以拉更高 讓它垂墜感更多 或者是拉更低都可以了 接下來接下來就是會有毛鴨針織類的 或是流行型裡面穿內搭或T恤 但是外面搭的是針織毛鴨 或是一些照山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混搭 那就很簡單 而且它完全不可能退流行 讓我們看一下 鞋尖也OK 然後呢 我現在把這個針織脫掉 我先讓你們看一下 就是裡面這個裙子的版型 然後我等一下會再混到其他單品 我裡面呢先穿一個像這樣的小可愛 BRA TOP的背心 那因為秋冬到了台灣還是偏熱一些些 所以BRA TOP它的需求度還是很高 那秋冬的話我喜歡這種比較包布的地方方鈴的 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等到會涼一點的時候 是不是會穿襯衫啊 或針織啊 或開衫 這個就可以再當做裡面的 就是打底的 那有一點點Founding 我覺得會有一個修飾的效果 而且它也不會怕露的感覺 那我往後推你們看一下我的長裙 好 再來呢我們這個 這是喬王款 喬王來是多次的 那因為我想說不一樣的感覺套給你看 那主要是要配什麼 因為秋冬到了大家就是西裝外套開始要定過起來 因為很好用 又防風 然後又修飾 然後重點是 通勤啊 日常很需要 那裡面最基本的是條紋這種 針織的 或是T恤也可以 那裡面我穿這個 bra top 我的那個針織是直接 折在裡頭的 我覺得很方便 所以上廁所 也會很方便的去 就是不用再另外砸 這一件裙子是屬於比較合身的 這一件裙子是屬於比較合身的 這個地方 是不是開場 這是基本款的針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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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個我們熱銷千件的款式 披肩比較休閒一點的款式配仔裙可以嗎 我就配給你看 其實它反而會有一種蠻協調的感覺 裡面是 簡單的套上 然後再次把它弄出來 更加多的針織 然後再次把它弄出來 再次夾一條 好 好 很简单 就是很基本款是这个同样的公式套上西装裤啊或是短裤啊 我们最近又卖的像这个是花包的比较棉麻式的短裤也都很适合 然后冬天可以套上像那种西装裙、西装裤还有棉麻裤 还有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皮裙都可以拿出来用 我上周跟上周好像是搭配皮裙、宽的皮裙跟在的皮裙都有 所以可以让你们参考哦 再来是这个新款的套组 新款的套组这一款呢它over size的 给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颜色很漂亮 它是单宁水洗单宁的西装裤 后面是松紧带的 那它长度偏长就来讲真的偏长一点 但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穿起来真的还蛮瘦的 它是宽裤、落地宽裤的款式 那它就一整套 那我们这样试穿之后 发现它的尺寸很通用 因为它这个后面是松紧带 因为它是后腿裤的关系 就是它是宽裤 所以我觉得一般SAM的朋友 真的可以共用的尺寸 那它尺寸就是X跟M 那SAM的朋友都可以直接拿M 那你们可以不用担心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们 你看这个 它这整套颜色是一样的 那它的外套偏松 它整体氛围感是比较帅气的播出感 然后整体感觉松弛度 就是比较很 完全很帅气 然后不修蝙蝠的感觉 它整体是我觉得蛮帅的 那我会搭配小白鞋 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先处理一下 我们先处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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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套這個褲子給你看版型 褲長偏長 我穿的話一定要穿到一些後底的球鞋 那因為這個的話 我基本上會捨不得去更改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穿跟鞋 它真的看起來整體就是胸部以下都腿的感覺 所以它整體會看起來比較像胸部以下都是腿 所以我會去跟動它的長度 讓個子高的朋友更不用擔心 那你們有問題的話 或擔心各種方面 然後我會有個小妙招提供給你一樣 我一定要讓個子小的朋友跟中間到底要怎麼去調整這個寬度 那我先讓你看整體 就是它鬆緊度 大概是這樣 很舒服 然後水型單靈 穿起來真的很時老 你可以分開搭 你可以像這樣搭 然後搭個針織搭 也ok 然後 可是你也可以整套搭 那我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整體的感受 顏色很美 然後 主要是它鬆緊帶的部分 它做得也蠻好的 那我自己呢 我如果旅行啊或是出去 有時候你就是突然想要換個球鞋 或是你隔天 或是你平常出去 你覺得今天就是不想要穿跟鞋或是厚底的 那我會直接帶一個別針 我會別針直接別在這個下面的地方 反折 別在裡頭 就會立刻變短 那變短以後 前面我不會跟動 那我先稍微調 假裝調一下 讓你們感覺一下那種感覺 我往內折 往內折之後 可能會有點看不到 往內折以後 前面我不管 後面我直接用別針疊起來 那邊在最尾巴的地方 其實真的看不到 我前面的話 前面的褲口的地方 我到時候還會另外盤影廳教你們 因為它這個方式我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你球鞋搭配的時候 你還是希望球鞋上面會有一個遮疊感 布料吹在上面 就看起來比較闊腿褲 比較寬酷 綠力寬酷的效果 穿起來小個子還是會穿起來 還是有點順順的感覺 那基本上我今天還是先以它為主 然後我去套外套給你們看 去告訴你們說 整體大家有多帥氣 而且它Oversize 以我的身高大概155而已 可是它這個 搭起來還是很OK的 然後裡面還可以塞 包括說冷一點 還可以塞一些保暖的衣物 這個呢 它旁邊其實有座扣子 它有座扣子 它是有這個造型的 但是因為我們個子小的朋友 我會建議 就跟我一樣 折到你 有一點點看露出這個肢體的末梢的地方 你這樣才會看起來 原身的人這樣看起來比較瘦一些些 然後往後退 讓你們看一下整體感 第一個 鬆弛感有到 然後白形也瘦 然後第三個 就是它整體感 氛紋感真的很強 拍照啊 或是走在路上 我覺得就是還蠻搶眼的 但是呢 它不會讓你覺得 呃 有點太騷包 可是它本身是看起來就是比較 就是不費力 就是沒有費任何的力氣 可是看起來還蠻時髦的 然後鬆鬆的 涉甩的感覺 然後呢 我套那種厚底的球型給你看 那 厚底球鞋 那我平常呢 像我沒有這個 另外賣這個是出給比較重口味的女排們 那我裡面還有一個米白色 都可以 那我平常最喜歡的是 Nike的L4 厚底球鞋 我覺得很舒服 就是我在外面跑跑走 就是可以穿的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 如果家裡想要再重口味一點 我就打配這個給你看 因為它厚底的部分 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它是整皮的 很舒服 然後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像那種比較時髦的單品 我覺得搭配一些那種眼鏡 那因為這個眼鏡之前 因為數量的關係 一種我沒辦法分享給大家 但是它這個泰國連線的一個 比較特殊的太陽眼鏡 它側邊是鏤空的 然後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這就是被那個Jenny就是迷到 所以一直想要找這種扁一點點的 可是因為我很想方圓臉的人 其實找這個太陽眼鏡非常的找 但這一款就是很OK 但是數量終於出來 所以喜歡的人可以從下禮拜開始 就是要下週喔 下週四晚上十點之後才會上架 不是本週 本週明天的話會有上架新品 但是下週才會有 那這一款我一樣帶給大家看 像這種酷酷的 比較女主感 就是比較霸氣一點點姐姐感的 這種款式 你就可以帶一些這種比較時髒的單品 然後這個我也很常拿來當髮工用 這一支呢又輕又好看 而且我試過大餅臉方圓臉這邊有角度的 比較擔心自己帶這種眼鏡 會害怕就是不時髒的朋友 這一支可以收 因為完全幫大家試OK 這邊不會太寬 就是看起來會比較時髒一點點 不尷尬 OK然後呢 再來是一樣下週會有新的 這個全新的 這個很漂亮的這個 金屬感的 然後是圓形的 因為圓形的這種的話 其實真的也不好找 會找了非常久 這個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型 還有它的金屬 真的非常質感很好 因為它的份量啊收到 你們會覺得它真的質感很好 你們可以看一下它的旁邊細節 超美的 但是這一支呢 今天介紹的這幾支全部都下週會一起上 然後再來是 為了這個 這是知識份子宮 找的眼鏡 看起來就會比較酷酷的女生 像這種眼鏡呢 看起來就會有點偏成 手姐姐類的 那你可以配成自己的眼鏡 但是我已經OK 然後像我這個 我相信目前 鏡片才開 因為都是大盤 透明的都會 會讓你們看不清 像它這個 鏡框 這個也是幫你們找很久 因為 像這種眼鏡啊 要有一點微性感的 要有一點貓眼的 其實真的不好找 可是像這種 戴上就會覺得好像 智商 高了一點的感覺 那我等一下這個 主要是配後面的 幾組單品 比較特別的 比較文青一點的感覺 然後再配給你們看 OK 好 那我先繼續下一套 小香風 小香風的這種外套啊 它這個款式 有類似款 但是我覺得這一款 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拼接的 它這個地方 上面做的那種防皮革的 下面是做粗毛泥花 粗花毛泥 一樣做平潔 它整體是分量感的 所以它是真的有一點點 暴暖度的打刻了 然後我配上了 黑色牛仔褲 搭配給你們看 整體感就是 我覺得很帥氣 秋冬就是 小香風 真的會 就是會讓我純純運動 因為這些小單品啊 的一些小配飾 我覺得整體感都會有 有氛圍感 有氛圍的 有氛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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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很有女人味 可是它又會默默的覺得好像覺得這個女生帥帥的 就是大家很喜歡小上風的原因 那這個旁邊的所有設計 它這個地方啊 其實它算是有點合間線的 但它不會到那麼合 因為它算是夾克 裡面還可以塞一點點 那它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尺寸的話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拿原尺寸就好了 除非你裡面真的要塞比較多東西 你拿大一個號尺寸 或是高的朋友拿大一個號尺寸是沒問題 那我本身覺得 因為小上風的單品啊 就拿原尺寸就OK 我們後面 我現在搭的是這個黑色瀏覽褲 然後我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整體分位 穿起來就是 就是有點俏麗 很簡單的單品 這個基本上就是 我如果出國我一定會戴著它的那種 因為它第一個 包暖度有一點 然後它又很時髦 我覺得 很好搭配 非常好用的那種單品 而且它絕對不會退流星 再來呢 我要搭配這個 混搭給你們看 因為其實這個有點小上風 有時候你會 心裡其實會覺得它有點叛逆感 然後有點搖滾的感覺 然後我想說就配一個 下週才會出的 這個睡衣 那這個睡衣 大家想說睡衣把它穿出門 那要怎麼辦呢 因為像我的話 我基本上像這種斷光的洋裝 其實外面都很多 那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細肩帶斷光到底怎麼穿 怎麼穿才會覺得 覺得比較 嗯 就是比較不會不好意思 那因為我們也有一點點 親手女嘛 那親手女現在比較不好意思 穿得太 辣一些些有時候 那我裡面的話 我直接加那個 BRA TALK 我現在是身上的這個BRA TALK FUNNING的 那我去混搭這件 毛泥小小鳳的夾克 然後再加 全新款的長靴 那它整個整體氛圍感會不太一樣 那我現在穿給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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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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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搭配这个刚刚的夹克 然后还有这个新款的这个 新款的长靴 新款长靴呢 它是有点帅气感的 然后有点厚底 然后你看它的眩心 眩眼的 可是它这个侧面 做得很漂亮 然后这双钥匙 它这个地方 就上面做宽的 那这双我很爱把它 我拿到之后开始就很常穿它 基本上呢 最近不是常下大雨吗 因为它皮革的 它CV值蛮高 然后很舒服 厚底 我很常把它拿一张 雨靴穿 那我觉得它下面也有做防滑 我觉得很舒服 我自己穿是蛮舒服的 三颜色 那它是有做撞色 可是我自己本身偏爱黑色的 就是我觉得很好搭配 那我现在搭配这个 很lending的洋装 看看混搭感觉 所以 一个单品 就是它很有特色的单品 其实你其他东西就是 素素素 简单简单简单 才会整体感才会涂出到这一块 然后往后看 是不是超好看 我很喜欢 有点lady 然后有点帅帅的 然后下面再配一个 摄下的长靴 最重要长靴 有什么好处 就是呢 第一个 你一定要牵手 第二个要好传地 不能太薄 然后第三个 不要太容易滑到 你下面一定要有做防滑的 第四个 它的那个小腿地方 不能太窄 我知道很多 我呢 基本上是小腿肌 比较多一点点的人 所以我大概知道 只是说买一堆 你可能小腿肌 那边很厚 可能关不太勤来 像这个的话 你就是订购 请陪我 我们都OK 然后我后退 让你看整体感 到时候你自己混搭 它还可以混搭什么 真挚的洞洞罩 偷到外面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你这里面就是睡衣 一件睡衣 但是这件睡衣呢 我很喜欢它的原因 我不是因为 它是睡衣去选它 我是因为它旁边这个蕾丝 这蕾丝呢 你到冬天秋天之后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混搭感 你混搭感 你什么东西 会让人家一直问 像我每次会发现 我混搭这些东西 大家出去都会 我说你里面那件是什么 那什么内搭 我心里想说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 小可爱外面 最大一点睡衣 大家都看不出来 所以我发现 这个 真的太多人问我了 所以 这个 基本上 我的秘密就是这个 我都喜欢搭一些 像这样的单品 因为平常你在外面 比较不会买到 可是你可以自己去 发想 然后自己混搭 整体感 那因为像这个啊 我还会穿在 譬如说 有些洋装里 你就会直接衬出这个类丝 很漂亮 那你就是外面找不到 你就想说 这个到底是哪里买的内衣 还是什么的 不是 就是一件睡衣 然后我把它拿来当成笔的 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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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终于来到重点 安可拉红 今年是很红 它都应该都被烧到 那 我基本上 我进的是非常低调的安可拉红 就是它很经典款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明年会不会穿不到 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很像 酒红色 很漂亮的安可拉红 那我有出这个 有一点蜜绒的 有点像蜜桃绒 有点像脊皮感 有点绒感 可是它不会热 然后很舒服 很轻浮 然后它是做衬衫 我现在穿黑色 然后我搭配安可拉红的西装裤 新款西装裤给你看 好 好 我先给你们看西装裤的整体的版型 然后应该是 臀部夹宽的落地裤 那它的落地裤 也不会很落地 它是正常常路的 然后 这个地方 臀部 夹宽一公分 那上面的话 有附一个皮 皮带 所以你不用担心 可以比较大的 然后有比较瘦的人 都可以调整 因为它颜色很配 我忘了推让你们看一下 好 它颜色很美啊 这颜色真的很衬肤色 而且 其实莫名的适合东方人 然后我现在在搭配我刚刚的衬衫 那搭配的时候 我会让你们看一下它沾的那个感觉 它在外面 你把它当朝衫 也OK 可以把它扎进去 我扎给大家看 搭配 4 嗯 1 2 1 2 3 1 OK 穿了這個 如果你家裡有這種眼鏡可以拿出來戴 看起來就是會比較圖書館的管源 會看起來比較知識份子瘋的感覺 那如果你平常不戴眼鏡 你也可以很簡單 你就是太陽眼鏡可以拿出來戴啊 或者是絲巾 像這種我覺得知識份子瘋 因為夏天有一些什麼 比較老前鋒啊各種 那冬天的話因為會比較多配件 所以我覺得知識份子瘋越來越催越大 那因為它整體感 顏色呢層次看起來就是會比較高清點 可是你想要看起來比較知識份子瘋 我覺得眼鏡很受用 還有一個絲巾 絲巾的話你很簡單 你可以直接披著就好了 我找的絲巾呢 因為我對這個比較要求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絲巾 平常如果你是太小條的話 你用的機會不多老實說 那我如果覺得如果是大一點 就是撐走式的方巾的話 你就會用途很多 上飛機 打打冷氣 有時候造型都很方便 那我現在先讓大家看整體感 像這樣就是有點通勤 你可以上班穿 然後又有知識份子瘋的感覺 那我配絲巾跟不配絲巾的氛圍感 不太一樣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襯衫很挺 然後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安可拉紅 一個是黑色 那我就這樣子配給大家看 這個斜溫 斜溫絲巾其實很經典嘛 所以一直都很喜歡 那它這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你看中間的地方 它其實是結合的圖形 它有不一樣的效果 那我自己最常打的就是 直接打一半 打一半以後直接劈 我比較不常用撕進的方式 可是我等一下會讓你們知道 然後我上週就有先打T恤配這個 很多朋友在問 那因為數量很不夠 所以我改到今這個禮拜才上給大家 那這個呢 光這樣子 你看它是側面是斜的對不對 你就可以當皮肩 你可以增肢搭T恤 上個禮拜我甚至是搭T恤 T恤也超級容易 看起來就是立刻氛圍感 會很有型的效果 那我等一下往內摺 讓你們看一下 我現在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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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都黑的 所以你們會看不到 它因為有撞色 所以你往內一點點 你會有兩個撞色的感覺 那我可能等一下再用其他顏色去 詮釋給你看 然後 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的話 直接往內收 變小條 然後 然後你一樣要有這個 層次 這就比較像絲巾的效果 那因為我現在穿的是 黑色 所以後面的這個 撞色會比較可惜 你就看不到這個效果 那基本上這三個 是我比較常用的 因為就是很簡單 就撞上去就對了 那之後我還要分享到底怎麼幫啊 你想要不要花式的都可以 然後其實我最真是最 老實說 很多朋友都會有點 覺得麻煩對不對 基本上我這三個 我覺得最常用 就撞了就對了 然後因為它這個是房景 所以你只要對著 你往內收 基本上這個就很好記 然後再來的話 我就是直接一樣 剛剛用三角鏡的方式 然後直接往旁邊 它其實隨便用都好看 所以為什麼我會選擇 九十九十的 大方鏡的原因在這裡 那這個非常好用 你看就是怎麼樣 都很有味道 然後會有點不驚異的感覺 不要讓人家覺得 好像很刻意打扮 那就是為什麼我比較不會 嘗試太小的絲巾 因為太陽絲巾 本來這邊 以台灣的話 它的腳腳會比較 就是滑翹一點點 那適合的人還是很適合 那如果內力一點 像你比較害羞跟我一樣的話 我基本上會搭在襯衫而已頭 這個我之後再分享給大家 好 然後呢 我再另外介紹這個的 反外安可拉色 然後我在下面 可以再配其他顏色 給你看 今天還有另外一款 四巾是豹紋 那我現在先試這個 新款的這個針織 它是掛薄梅薄的效果 那下面的話是加兩件的 然後配一個安可拉新款的裙子 那我會配一個它的這個腰帶給大家看 好 嗨 嗨 這個呢 我配的是高腰的幼崽裙 它很舒服 然後是血紋的 細胖的血紋 然後它的長度我覺得蠻剛好的 然後後面會有做一個小開擦 然後我配的是那個馬花的皮帶 然後我後退先讓你們看一下整體感 好 這個裡面是蒸汁的 蒸汁有加兩件的效果 就會有美薄的感覺 這個地方是加兩件的 那你也可以紮跟不紮都OK 然後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效果 這整體感會叫女人味易稀稀的 可是它有一點修閒感 然後蒸汁 它有很多顏色可以讓你們去夠 然後彈性 可以不用太擔心 那這個地方如果你們覺得不知道怎麼用的 像我就推薦 不要你配有皮帶就是把皮帶露出來 沒有皮帶的把它蓋起來 這樣子是你會比較好去操作 有時候大家會不知道 這個到底要放進去還是收不出來 都可以 那你看整體感的話 這不會很奇怪 所以這個有皮帶的話就收起來 沒有皮帶就放下去 上周這個大爆熱門的款式 它這個是加兩件的 上周有介紹過 我再穿一次給你看 這件它就是看起來很容易 就立刻很有心 這件呢它是這個地方 靈子跟這個袖子都是假的 加兩件 它是基本款的那種針織 然後搭配這個 灰色格蘭安卡拉紅是很配的 然後我配整體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下面想要配球鞋給你們看 因為球鞋其實會整體 因為現在看起來好像比較正式嘛 可是其實是可以配球鞋搭配的 所以基本款的顏色 其實對岸卡拉紅都很好搭配 然後你今年想要亮一點的話 真的可以推薦你們可以參考 那這件裙子呢 那這件裙子呢 還有出聖誕零色 所以你喜歡聖誕零色的朋友 你可以選這個 然後選今年想要不一樣點 然後還是要有一點亮色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 非常好搭 白天你想要比較夏天一點 春夏一點 它這個是一四季都可以穿的 牛仔布料 所以我覺得是很OK 你們買的不用男性 尤其台灣真的偏熱 那像這種比較通勤款的 你可以混搭T恤、針織、棉毛 甚至棉毛都可以搭配 OK 好 看來 看來 感谢观看 撕巾的另外一部分 撕巾的话 因为我脸比较方圆 脸一点点 这个地方我想要拉长 所以如果想撕巾的话 我一定会跳长的 那我今年就是 安卡红 我想说一定要打破大家眼睛 打搭配 因为大家都是搭不一样的感觉 我想要让大家整体感 就是会再吸睛一点 就是告诉你们说 这样的版品这样配 其实不用害怕 因为爆纹真的很美 我知道大家很喜欢 这个还可以当三角巾 那我直接绑窄的话 其实你看就可以当这种撕巾的效果 那其实我觉得很收脖子 而且它这个会跳出 让这个安卡红 颜色更跳 那我想要搭配 真的比较狂烟一点点感觉 可是又要有低调的感觉 又要好看 又有风韵的感觉 你就是我整体的颜色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下面搭裙子是安卡红 我现在搭衬衫一直在安卡红 因为这个就是比较lady一点感觉 可是我搭比较松的衬衫 可是一样配球鞋 我觉得比较可以混搭 是不是超可爱 所以真的不用害怕 就是像我这样子整个红的出去 也是不用怕 也是还是会有点 有点女人味有点内敛的糟包啦 只能这样说 那我还有更含一点点的做法怎么做 那因为同色系真的很腿 你就把同色系原本自己有的东西 甚至你家里有种 比较酒红色 类似深红的这个巧克力 你就可以拿一下混蛋 你可以上面这个称加 换的黑的 然后这个里面的巧克力 只要内敏一点的话 你就这样搭 那我现在还要搭什么 韩国的 我最喜欢搭黑的酒红配卡漆 在台湾比较少人穿 但是其实不用担心 那你把这个拆开 然后我一样抱纹的丝巾留着 是不是 立刻就是都不同更为 所以丝巾呢 就是画龙顶巾 那我就是会比较喜欢 这样多功能可以使用的丝巾 那这个的话是三牛巾 然后刚刚介绍的大方巾 都完全分娃感不同 那刚刚大方巾 你折一折以后 也可以变那么小条 所以以你自己的喜好过来 那我现在往后推 让我们看一下安可拉配卡漆 有多好看 真超美 那这个亚麻这个外套呢 亚麻外套非常难找 尤其是颜色 想要这么亚麻的 这种外国人的亚麻 真的难找 这一款呢 我是搭配套组的外套去搭的 那这一款它是整套购买的 但我这件真的很推荐 我甚至可以为了这个外套购买 这样搭配 你们应该都会觉得很放心了吧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针织外套 针织外套 大家总会有了吧 包吻的安可拉 就是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告诉你 我直接你原本去年前年的那种 基本单品拿出来配 绝对没问题 这个 就是完全没问题 然后你把它换方式大家都可以 这边用腰带配 腰带配 黑色都很好看 就很简单 然后或者是你把这个绑 拿下来 绑来抓 OK的 OK的 绝对没问题 就是这几个单品 你混搭 你颜色都是OK的 OK 好我继续往下介绍 所以我一件太多的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搭深色的牛仔褲 這個原色的深色牛仔褲 然後穿起來配一個雙絲巾 然後整體搭配 這個可以自己混搭到自己想要的樣子 它也可以披著 就這樣子 很簡單都OK 那因為它這個襯衫啊 它是有點鬆度的 它有黑跟安可拉紅這兩個顏色 我就混搭比較不同的單品 整體感覺它超好搭 再來我們再這個穿完款 因為這穿完款之前其實穿過了 我再穿一次給大家看 這剛剛穿的那個外套 就是外套它整個套組 它是配洋裝的 這個頂部大小的豬 會不會再長一次 煮補鎖 煮減 煮補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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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裏 煮補鎖 煮補鎖 增織的款式 因為它同色系的 就是氛圍感很強 然後呢 我可以用這種皮帶 之前介紹過的 簡單皮帶就可以直接 就是讓它更有搖身一點 那這款我平常穿是 不用皮帶的 可以看你們喜歡的氛圍感 很簡單 然後 這個皮帶 很簡單的 搭配 就有一個 蠻慵懶的 再來 簡單 這個很大 這個超文款 這個其實 連穿三個三週了 那這款款式呢 是 用一點毛泥的 鮮溫布的 非常質感非常好 然後這個 跟連同下下週一起出的 很漂亮的熊枕 我們到時候會給你們看 質感超好的 那如果跟我一樣 我就是喜歡有點 媽媽 或是媽媽會給你的 或是奶奶啊 會收藏的這種胸針 希望這種胸針的話 很好搭 那有時候我就會 我甚至會放在外套上面 或是毛衣上面 我都會 然後就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的搭配 那我就放在這個上面 然後搭配 雷絲裙 這是套組的雷絲裙 這款很漂亮 它是鬆緊帶的 因為它快要快要快要斷貨 所以 我特別在搭配這個 整體感 讓我們看一下 就是比較復古的 那種女靈感 復古女靈感的 氛圍 單品 好 它是比較修身的新妝外套 然後這個胸針下下中才會出 修身的地方檢查可以看一下 還有我身上這個長裙它鬆緊帶著 那它的下身下拍的地方有點微透微透的感覺 然後整體感就會比較整形一點 然後很有女人味 再來最後兩款 這兩款呢它是穿起來我配新出的牛仔褲 白色包臀的牛仔褲 那它這個牛仔褲的材質是四季穿的 它不會很厚所以不用擔心太熱 然後它的薄透度的話我覺得算是比較透的 那我還是會推薦很安全褲去搭配 然後我們家或許都有 非常好穿 你在我白褲真的會解不掉 因為它非常好搭 整體看起來就很乾淨 好可惡 這次的牛仔褲 好可惡 谢谢观看 這個有點男友感的那種襯衫的新款 因為這個顏色我知道我幾乎每年都出一兩次至少 但是廠商是很容易斷貨 但這個顏色還沒買到過的朋友就可以趕快下手 男友風的那種襯衫會有點帥帥的 可是它其實還蠻女人味 後面是有點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整體的風格比較鬆弛 然後看起來比較休閒一點點 比較不會那麼正式 好 再來就是這個美式針織衫 然後敲完款就是要配白褲 我配給你們看 它會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就是比較美繫的效果 然後這個是打扮力 然後它這個彈性 然後我都會稍微折一下 因為它這個其實下面要縮口 它就是比較休閒的款式 拉長 拉長 縮短 OK 然後這個還灰色 再看你們的選擇 喜歡哪一個顏色 賣場上面都有清楚的照片 然後明天晚上時間 行李就會上架 然後明天下午就可以給大家直播清單 謝謝你們晚安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